闭合性粉丝怎么治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董盈盈 喜炎交通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 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方法是比较多的 就说我们的搓装粉丝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护肤生活教育 教育这个小孩啊 你要有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你要良好的日常的排便的习惯 第二个就是正确的护肤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些 中性的一些洗面奶 就是洗了不刺激 但是呢还洗了比较保湿的 一些洗面奶的成分 让就是这个小孩呢 早晚进行的一个清洁 其次呢就是要教育他注意保湿 我们说因为我的面部这么油 为什么还要保湿 恰恰相反 如果你的皮肤保湿做的比较到位呢 面部油呢会减轻 因为它这个油是反射性的一个除油 其他呢就是进行的我们一些治疗 比如说像这种类型呢 其实特别严重 我们进行了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 和就是护肤教育呢 还不能达到疗效 当然就进行治疗了 一般我们像药物 选用一些维甲酸制剂 内服外用是都可以的 对抑制这个粉刺效果是比较好 其次呢还有一些消炎药物的使用 包括一些就是维生素类的药物 或者是消炎药物使用 促进他这个粉刺的愈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吧 各位您的保持者